一言阿萨蔡卓妍 7月16日晚 现身香港中环出席品牌活动 最近她在社交账号中 透露生病了 看到她当天的精神状态好了些 阿萨表示 因为月初进行第二次动乱 身体胖了很多 为了出活动吃了一周粉丝餐 还要排练舞台剧 那这次在动乱后 状况是不是比上次好一些呢 对啊 那这次比上次好 现在两次加起来有20多颗 对 那我就觉得够了够了 我可以收工了 因为 因为其实 科学点来讲 那你 那个 动了之后你要解冻 然后解冻之后 它的存活率 好像只有七成 所以 虽然你成功动了 但你也未必可以 用得到 所以我觉得 好像多一点 感觉保险一点 另外 阿萨的好姐妹 让成林 早前被男友李荣浩求婚成功 两人四年的恋情 修成正果 想必 阿萨都很替他们开心吧 哦 很开心啊 我第一时间 我就去祝福他 然后 然后我说 你婚礼 慢慢 慢慢考虑 那个时间 但我们先来一个 bridal shower 模方全媒 香港报道 这一节目 主程 有收绍 美女 大楼 板子 长 smiled 法